監視器拍下二十四號中午 黃西男子開車在媽媽到彌陀附近 沒多久轎車衝入南流漁港 車頭乘入水中 車軌朝天 母子兩人 三十六歲兒子被救起 六十八歲媽媽脫困時溺斃身亡 沒有力氣叫他媽媽 只是後續他就在船上面的時候 他就哭泣之類 當時救人的安檢所長回憶 男子脫困後哭泣 事後向警方公稱 不捨媽媽失智受苦 才陪同一起衝入漁港 墜海處離岸邊數公尺 明顯速度快無煞車 落水後男子很快被救出 媽媽卻受困四十分鐘死亡 弟弟在媽媽墜海哥哥趕到殯儀館 看起來也是不知所措 原本一開始以為只是單純 母子想不開墜海巡短 檢調追查卻發現 現場住家沒有媽媽的遺書 也無相關的失智就醫記錄 只有慢性病 和男子的說法明顯有落差 另外一個疑點 男子媽媽並無拘留保險 為何開車在媽媽墜海 現在要釐清媽媽到底有無親生意圖 若媽媽生前曾表明親生意圖 檢方可依受他人矚託 或其承諾殺人 朝加工自殺法辦 如果沒有想要親生 卻被再去跳海 就朝殺害直系寫清遵親署罪偵辦 律師表示可能會直接影響 男子是否能逃過重刑 犯加工自殺罪 如果跟這個死者有謀為同死 這個被告是可以有免除其刑的機會 殺害世紀寫清遵親署罪 被告恐有逃亡及勾算成人之語 且有羈押之必要 故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 男子目前是海軍現役軍人 涉及世母罪 軍方表示 黃信事官假扯罪港 造致母親死亡 由司法偵辦 離親中 會全力配合調查 黃信上市平常就在左營的海軍基地服務 而他的工作內容是船隻的保修維護 三十六歲黃信上市 隸屬海軍左營後勤支援指援部 和哥哥媽媽一家三口 住在三明區的一棟公寓裡 據瞭解哥哥有穩定工作 在民間企業任職 鄰居說兄弟倆的未婚 和左營右色的互動不多 六十八歲的母親生活單純 平常會外出走動 鄰居觀察 一家人很少開貨 幾乎都吃外食 黃信上市的網路公開貼文 可以看得出 偶爾流露出的情緒 如果可以真想一輩子 在電影院耍廢 有的時候人生就是要去做一些瘋狂的事 活著才有意義 我好累 從來沒有提過和家人的互動 這一次他帶著母親親生 對外說是不堪照顧母親的責任 但是卻從來沒有向當地的里長求助 請求社會支援 這次走上絕路 讓家庭支離破碎 三明區天巨大何振鋒 高雄報導